第九屆廣州塔登高公開賽 今天上午開跑 過千名選手成功登頂廣州塔 林英傑報導 今年的賽事吸引了過萬人報名 經過抽籤 想簽名選手獲得了現場參賽資格 很久沒有比賽展現自己 有這個比賽真的很開心 主要是安全玩賽 安全玩賽就好 畢竟是挑戰自己的極限 然後玩賽就好 部分選手已經不是第一次參賽 這段時間他們積極比賽 去年我登高賽跑到17分20秒 今年我想目標成績跑得更好 平時有跑步那些 有空我都會去晚上跑比較多 上午九點賽事正式名笛開跑 參賽選手分組出發 他們要從廣州塔二樓跑到112層 超過2700級樓梯等著大家 這次廣州塔登高賽不是先出發就有優勢 而是每一個選手身上都安裝了計時的芯片 而跑起點這裡設備就會自動為每個選手計時 比賽分為男子組和女子組 男子組冠軍跑出了15分26秒的成績 而女子組最好的成績是19分13秒 挺好挺好 就是我是放鬆跑上來的 就應該是20多分左右 就是70到80層的時候是比較辛苦 然後過到那個關卡就可以了 所有的參賽選手元賽之後 都可以獲得一枚精美的獎牌 以及電子元賽證書 已經這次第三次跑廣州塔 那個狀態比以往來說 就是通道呼吸 通道的通風是幾好 比以往好很多 可能不知道是否今天的天氣比較涼爽 大家都不會覺得冷 溫度是比我們廣州來講 出太陽很美的空氣 今年也是疫情過後的復蘇來的 第一炮已經打響了 接下來應該會很多 包括旅遊、戶外運動 大家要積極去參與就行了 廣州電視記者林仁傑報導